大毛子为了喘息36小时 可以说是简择伸伯登尔踢腿 是吧 垂死挣扎 俄罗斯的驻联合国第一代 第一副代表叫德米特里 波利杨斯基 就是图片里的这位 这位东西 这个东西说什么呢 说基辅政权愿意为了 西方的地缘政治牺牲 自己人民和国家 这再次提醒我们 在乌克兰与谁作战 残酷的民族主义犯罪 我们愿意为了西方的地缘政治牺牲 他们愿意为了西方的地缘政治牺牲 自己国家的人民 他们没有神圣的事物的尊重 报道提出俄罗斯东圣教大牧手基里米尔提议 自1月6日到12时到1月7日24时安排圣诞停火 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指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在上述时间 在乌克兰的所有的战斗接触线 实时停火 资列斯基在当地时间5日发表讲话 拒绝俄罗斯的圣诞停火提议 啥意思啊 就是大毛子要被打残了已经 是吧 你现在到人家里去欺负人家 是吧 人家现在开始还手了 你有点烧不消了 你说 现在停火 停火 停火你滚回你的国家不就好了吗 你现在还赖着人家那个家里 还赖着人家床上 说先别打先别打 我歇会儿 我休一会儿 当然不能让你们这帮畜生在那里喘息了 是吧 狠狠的揍 打得好 这些个黄鹅呀 这是乱认爹 是吧 哎呀 就说你 为什么不接受人善意呀 你们这帮乌贼纳粹 是吧 是吧 词曲 李宗盛